一个明星才37岁就因为得了黑色素瘤死掉了 说是瘤里面恶性最高的之一 协和医生道先生啊 他给这个科普一下说黑色素瘤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他说呢这个在我国皮肤黑色素瘤主要多发生在肢端为多 手掌足底腰带质是高微部经过摩擦亦恶变 哦摩擦 所以大家不要随意抠 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日照大量的雀斑身上的黑质素量多于50个 都是相当危险的因素 皮肤白皙比深色皮肤的人容易黑色素瘤 特别是对日光敏感容易被晒伤的人 如身上有黑质特别容易摩擦 特别易摩擦区域有黑质 可以采用ABCD方法进行初步自查 A不对称 如果对称的质 拖延变得不对称了就要警惕了 B边界 如果质的边缘短期内呈锯齿状也要警惕 C颜色 从黑色变成黑色与皮肤相间 或在中黄色中褐色基础上掺杂粉红色 白色蓝黑色颜色不均匀 D直径 质的大小超过6毫米 主要由皮肤科医生检查 CE隆起 黑色素瘤的位置通常有所提 身高表面不均匀 这都是危险的变化 今天的那个热搜榜一就叫张恒远那个一个明星 好像从病变发现到死去很短的时间 这个就给了这个对比 你看 这个很明显 哎呀真谢谢邪和医生啊 质黑色素瘤 不同 你看我这个有一股 我有点害怕 我刚到卫生间的区去看了一下 观察了半天 也隆起呀 也直径比较大呀 对着电脑辐射的可能是 完了来日不多了 黑色素瘤把我干掉了